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剑鱼 现在呢要跟大家来讲的是呢 巨蟹座的十月运势 那么巨蟹座呢在这个月呢 有什么样的重要问题呢 我们来看看 月初呢白羊座的满月呢 发生在你的事业工 对你来说呢事业呢可以说是你这个月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那到底会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那就是呢怎么样去更好的展现出自我的决断性和决策力 这对你来讲呢会是整个十月份呢都要去注意到的问题 在过去以往的工作当中呢 往往呢你都会习惯呢以自我的模式呢去带路 因为考虑的过于周全而失去呢自我的尖锐 导致呢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面呢是没有办法直接要害 还有呢你过于随性的这种性格 可能会让你呢就失去一些主导地位 变得比较的被动 在这个阶段呢就需要你呢去吸取到这个白羊这种勇敢的能量 为自己能加温那么这也是呢整个十月呢你需要去面对的问题 在工作和合作的过程当中呢 总是呢会发生一些事情呢让你觉得呢 啊我没有办法去做改变 但是我又不得不去改变 所以要慢慢的去体会白羊座满月的能量 将勇气和动力呢都注入到自己的内心里 只有这样子呢才会让你的事业呢获得一次比较成足的进步 而摆脱呢这种过去这种无力感啊拖延症啊 暂时摆脱不掉其实也不用太焦虑哦 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你一种心态上的转变 所以要保证一种内心的这种乐观 然后不要被推着走 不要变得软弱就是最重要的 那么在整个十月的中上旬的时候呢 你很容易遇到过量的工作问题 你会感到哦我真的没有力气去承担好累啊 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你坚持一点 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会儿的话 那么其实你就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收获 当然了这也有可能因为过多的工作 可能会伤害到你的家庭的和谐关系 也因为呢时间分配不均呢 可能家人会感受到哦我被忽视了 你都不关心我 伴侣可能同样的也会对你感到不满 那么这种不满呢 其实也会让你感到受委屈 好像觉得自己两头在受气 那有一些巨蟹座呢 也可能会经历一些比较彻底的离别 决别 也许是呢一份工作 也许是跟某个人或者说是离婚 那么这是磨练你心智的时刻 好好的去感悟人生吧 只有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能呢在下一阶段的再走出灿烂的光辉 那么在十月的中旬呢水星呢逆行在天蝎座 对于你来说呢其实是一个啊带来一些多愁善感的时刻啊 那么已婚的巨蟹座呢容易呢跟孩子之间的出现 沟通上呢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恋爱中的巨蟹座呢也容易呢会出现一些误会 彼此之间的容易不和 对于之前呢感情关系就不稳的巨蟹座来说呢 关系呢简直是更加的岌岌可危 不过呢你在这个玩这件事情上面呢就会更有心得 让你更有艺术啊游戏啊方面的积极性 那么到了十月下旬的时候呢巨蟹座呢 要注意的呢是这个跟和作关系方面的这个表达啊 其实你是一向都是比较的好好先生好说话的那个人 但在这个月当中呢需要你有一些强势跟压迫性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比较容易让你呢去获得一个主导的地位 最重要的就是呢你要保证你的这种威严性 而不是好像有的时候巨蟹座常常会觉得说 哎呀我是不是又做得太规本然后赶快去补救一下 反而呢让你之前树立的威严呢又轰然到他 所以呢建议呢巨蟹座呢你们要把好这个度 那么到了月底之后呢你们 你会跟自己爱人之间的关系呢变得比较的亲密 双方呢会比较去享受到生活当中的细节 会更愿意呢回归于简单的宁静 那也更喜欢去烹饪美食啊收拾房间啊等等的 这些事情呢也是巨蟹座比较擅长做也喜欢做的事情 那么在月底呢你可以更好的去摆挥自己的这一方面 让自己变得更加拧静下来 对自己也做一个非常的自律严格的表现 那么你呢就会比较容易在这个月呢有所胜出 尤其是在事业上 好以上呢就是巨蟹座十月份的新作用事 感谢你们的收看和支持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 关注金电鱼 你会有更多好运 我是金电鱼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